我們看這題目 做法空間中 在這六個平面所為成的長方體上 隨機選取兩個相異頂點 若每個頂點被選取的機率相同 則選到兩個頂點的距離 大於3之機率為多少 那畫成最簡分數 首先我們將 這六個平面所為成的 這長方體 做如下圖 那這時候我們讓這平面呢是前 這平面呢是後 然後這平面呢是右 這平面呢是左 然後讓這平面是上 讓這平面呢是下 所以這時候 這長方體前後距離為 這十三分十四減十三分之一 這等於一 左右距離為一減掉負一 這等於二 上下距離為負一減掉負四 這等於三 所以我們標示 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我們考慮 去A點 那麼這時候呢 與A點的距離 大於3的 有 這af線段長 AG線段長 以及 AH線段長 因為呢 這個長度是3 這不大於3 那麼 AB線段長是2 AB線段長是1 那 AC線段長呢 因為這是2 那 BC線段長是1 那角 ABC直角 所以可以算出 AC線段長呢 是根號5 這也是不大於3的 所以呢 我們考慮 A點的話 那麼 這時候 與 A這距離 大於3者 有 AF線段長 AG線段長 以及 AH線段長 這有3個 所以呢 我們同理 考慮 BCD 那 E分別 都有3個 故 我們所求機率 為 分母呢 是 C8取2 那麼 分子呢 這12 就是呢 考慮 ABCD 那每一點 分別對應呢 會有 3個 符合 所以呢 3乘以4 這是12 12是這樣來的 因此這等於 這是 28分之12 我們畫減 得到答案是 7分之3 這個答案 因此我們回答 這答案是 7分之3 這個答案